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九二大地震之後 從我家陽台上面拍下去的 心情非常的難過 也非常的緊張 後來經過兩年之後 就是有實際的幫忙 學校就變成了非常的漂亮 非常開心就是我們的學校 後來有重建完成 剪貼部裡 當時是小二學生的蔡依蓉 國字的山雜注音符號 寫下的願望已然成真 從沮喪無助到重拾歡笑 蔡依蓉從小學到大學畢業 最後考上教師執照 回到母校無成國小任教 哪些是植樹 全班 我也會跟他們說 你的這張桌子 說不定老師曾經用過 你走過的路 其實老師也都走過 最好的交代 其實是人生的體驗 教導孩子要懂得感恩 然後要懂得回饋 蔡老師的921體驗 有悲有笑 更承接了外界滿滿的愛 這份愛媽媽也感受到了 於是到校園當事工 現在到了讀經課的時間 123跟竹筍媽媽 然后慢慢地从不懂事 变懂事 其实那种感动 其实一直都在 我刚刚能够服务别人 真的是比被人服务更有福气 而且是一件幸福的事 有快乐的老师 就会有快乐的孩子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棒的磁场 爱的磁场才有快乐校园 这对南投国中师生来说 深切体会 师生在美岛他的活动中心 用泡面和矿泉水箱子 隔成20间教室 课难上课 残破的墙上 美术老师肖卢凯挂上学生画作 断圆残壁充当艺术广场 减缓彼此的紧张情绪 正在19年后 校老师已经退休 但经常回到校园告诉学生 这段痛与爱的日子 九二一的症灾相当严重 我当时看到怪手在拆 我们的美术大楼 当我在画这一张画的时候 觉得要一种心情 对大自然一种关心 并且要学习跟大自然 怎么样和平相处 用画抚平伤后 肖老师花了两年时间 用157块陶板雕刻 拼凑成这幅巨大的作品 捐给学校 里面人物都以学生为主角 有不少孩子的家里都曾经遭遇过灾难 但是他们能够忘华一切 忘记伤痛才能迎接新生命 学校老师吴乃韵 曾经是萧老师的学生 九二一地震当时就读活三 你会想当美术老师 是不是也是受到肖老师的启发 这是无庸子一的 只要坚持自己要走的 那一路很辛苦是没有关系 但是最终目标是有目标 终于抵达为人师表的目标 胡乃韵回到女校春风花园 眼前的孩子是学生 也是学弟和学妹 跟他们沟通上会多一层关系 他们会觉得说 好像是学籍在跟他们讲一件经历 可是其实我们又是老师 又是导师 所以我觉得学弟面或是学生 还蛮能接受我 跟他们说的话 昔日受灾学生 今日爱心老师 在希望工程的校园 师生们的希望已经起飞 请不吝点赞订阅